人类活在21世纪并不容易 因为我们一方面追求的各方面的快捷 高科技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越来越快的节奏 我觉得大家还觉得不够快 手机上网的速度更快 汽车也要更快 当我们所有追求速的时候 我们无端端的速度 我们真的把生活中的八个小时的工作 演变成16个小时 甚至于21个小时 睡觉之前要看看短信 看看音频 明天早上要看看微信 这样的生活给我们带来大量的资讯 使得现代的都市带来了很多的压力和激烈 其实在这方面 我觉得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就有他非常了不起的智慧 平衡 在急速快的时候 就是单一的 就等于我们希望永远都是白天没有夜晚 其实人是不舒服的 换一个角度想想 慢下来可能给我们一种平衡 快和慢的平衡是生命中很重要的 十多年来的紧张生活 能够让我依然如此的这种充满激情的工作 依然永远不害怕竞争 永远不断地去想新的办法 这跟我学习太极拳是很有关系 也许我到了这个年龄了 更加明白这个道理 我也相信绝大部分经过十年二十年努力过的 不管你在从事任何行业 你一定会走到这一天 觉得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最最重要的是 对生活的认识 对生命的认识 然后用一个很好的方法去处理 太极禅就希望能够分享得到精神 健康 快乐 太极可以给你带来健康的方法 而禅可以给你开阔你的心胸 让你心得到自由 我觉得太极禅就标榜了 希望一个人人生活在这个时代 健康快乐 我希望您健康 我希望您快乐 让你的心胸 都是平坏 都检查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 可能 你在干吗 你 都检查 有没有 有没有 感谢观看